第一個是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力恢復條例 這是1995年1月28公佈施行的 然後本條例呢是完全未處理司法追究的問題 這個條例是不是這樣 完全沒有司法追究的問題 沒有司法追究啊 沒有嘛 再來第二個 228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1995年公佈的 最初他是使用補償後來改為賠償 本條例是不是也完全沒有處理司法追究的問題 沒有 沒有嘛 再來 戒嚴時期不當判亂及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1997年公佈施行 這個是不是也沒有 任何司法追究的問題 也沒有 也沒有嘛 所以台湾的轉型正義 對司法追究這一塊 目前是 我們不要說零分啦 是不是分數很低或幾乎完全沒有做到 你認不認同 是因為這個是 因為要追究要是個案 那個案一定要有人出來告要有犯罪事實 還要有證據要調查 所以比較困難 因為時間也太長久了 對 因為沒有真相嘛 很多事情也沒有辦法去處理嘛對不對 所以你認不認同到目前為止台灣的轉型正義喔 只有被害人 沒有加害人 然後國家威權時期對人民的迫害的加害人 完全沒有追究 目前你認不認同現況是這樣 我認同 我認同 認同嘛齁 好那謝謝你 謝謝 然後我請那個 我們執行長 其實我們 228事件處理條例賠償 有很多啦 而且你們基金會呢 在2006年有提出 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 對不對 沒有錯 沒有錯嘛齁 但是呢 228事件 這一個事件 在我們提出的報告裡面啊 究竟有多少人受害 其實目前 是不是也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精確的一個結果報告 這跟委員報告喔 有關這個228事件 如果受害人數 我們大概 現在一般講的就指往生的人數喔 那麼 那麼到今天為止喔 我們基金會受理的大概是 八百七十個人 不超過八百七十個人 那當然這個問題喔 是從 這個 差不多 228條例一九九五年 十月七號生效的 前五六年喔 開始就一次引起討論 那麼尤其啊 在 2012年 總統選舉完以後啊 那個好伯春前院長 他又提出說 這個死亡人數的一個質疑 那時候 我們基金會 執行長 我有請教 我只請教一個就是說 目前台灣啦 對228到底死亡多少人 是不是還是個大家爭論不休的議題 所以我就是要報告說 是不是 我就要回答 是不是 以我們國家管的立場 並不是爭論的問題 我們 228基金會在 跑不 不是說是不是爭論 是不是大家對這個問題 還有所爭論啦 這樣子就好了 廣業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子說嘛 是 對嘛 而且 所以啊 連228 白色恐怖時期的責任歸屬 也沒有很清楚的釐清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真相 我就只救228嘛 這個問題來請教你 所以以228來講的話 真相的調查 是不是會達到100分滿意的成果 當然我們還要很大的改善空間 對嘛 那也不能夠完全都是你們或怎樣 因為很多的條件沒有辦法去查 那再來 在損害賠償啦 既然我剛剛有提到的 大家也認同了 你連人數都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所以你的損害賠償的 應該有很多人 他沒有辦法去申請損害賠償吧 跟委員報告是 基本上 我們基金會是只要認定是受害者的話 我們會依照228條例相關規定予以賠償 因為啊 像 我們這個228基金會 我知道你們受審理通過的 是228件 然後 2288件 然後 死亡的684件 失蹤的178件 等等 然後我們總賠償金額政府編列是72億嘛 是 對不對 這是目前的資料 不過 那個 我要請教 檢秘書長 或 跟我們法務部 行政院96年7月11號 第三零四九次的運會資料 法務部統計 戒嚴時期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 達29,407餘件 無辜受難者約達14萬人 另 根據司法院的統計 政治案件更可能高達六七萬件 換句話說啦 以剛剛我們講的 獲得賠償的政治案件 這個 人數的比例 是相當的低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數字 有沒有錯 數字 現在 手 手邊沒有 這應該不會有錯啦 比例是比較 這個比例算是比較低 非常低吧 你認不認同非常低 認同 非常低嘛 在這個非常低的情況之下 很多今天大家或許有不同的意見 說這個促轉條例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不過如果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認不認同我們這個促轉條例 其實這個鋼要性的立法應該要來做 然後讓台灣一次把真相用清楚 讓我們的下一代 不要再為這些事情炒來炒去 讓台灣能夠正常的 邁向一個正常的國家的發展 這個原則我認同 認同啦 我不知道秘書長認不認同 手段方式可以探討再研究 目標啦 目標認不認同 目標OK 認同嘛 對啊 因為台灣應該要是這樣子 以後才能好好的拚經濟拚民生 不用在這個問題上再一直打轉 然後最後我還要再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以前是威權體制 它民主的破壞 民主的制度沒有完全的建立 那你看想想看喔 目前還有一些法案 我認為應該要趁著這個 來提出檢討 包括集會遊行法的修正或廢止 其實是不是跟這個有相關 集會遊行法應該修正 不應該廢止 因為習會長本身就是保護集會遊行 合法集會遊行的權益 所以不應該廢止 應該可以修正 可以修正 因為隨著民主的演進 越來越跟我覺得是可以修正 好 那齁 因為時間關係 那你還有像不當黨產啊 然後我們現在的憲政體 其實都有必要去檢討 那我認為說 這一個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這個促進轉型政令條例 我認為是一個開始 是給台灣以後未來一個發展的 為我們下一代打造更好的一個環境 這點齁 我希望我們全台灣的人 我們朝野大家一起來努力 好 謝謝 好 請回請回 謝謝張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許淑華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主席有請秘書長 請簡秘書長 其實今天大家討論了這麼久 我個人的看法 這個委員會 它的存在不是不可以 而是說我們應該把這個主旨定定的 非常的清楚 讓所有過去的民眾 包括有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 透過這個委員會 他可以去平反 但是為什麼今天這個委員會 有受到這麼多的一個詬病呢